我以后要是有个女儿 等到她16岁的时候 我一定带她去这两个地方 第一个 是我们城市里面最好的夜店 我一定要带她去看一看 女孩子的身材样貌 究竟有多么的不值钱 我有一个学员的女儿 15岁 不好好上学 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 一心想要嫁给有钱人改变命运 有这种幻想的孩子呀 一定要从小就打破 你让她明白 漂亮并不是稀缺资源 只有智慧才是最重要的 大佬们想要的是情绪稳定 高智商的嫌内住 嫁给富二代 那你更想都不要想了 他们的婚姻甚至都不能够自己做主 都是利益交换门当户对的 她能娶谁 并不是她自己能决定的 所以说女孩子长得再漂亮 不如自己赚钱独立 活得漂亮 第二个地方 我一定要带她去妇科医院 让她去看一看 爱情和责任之间差距到底有多大 我说这点 并不是希望所有的女孩子 不要相信爱情啊 而是希望所有的女孩子 都应该明白一个道理 任何的快乐和承诺 都不如自己的独立清醒 来得更加可靠